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乾隆55年1790年 世卫告定 这半年后 未遇者 挺起给奉 说明 在世卫赏之人短并不影响之人亦可给奉 乾隆以后 世卫尝利收入的构成有所变化 世卫的基本职能 是互从伦值 乾隆朝世卫互从伦值 获得赏赐基本固定 成为尝利的一部分 乾隆十四年幼定 三节内班世卫 每期日给范银二两 外班世卫 人各给范银五钱 天班世卫 每人给范银一如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斗准 随为至玉前世卫 前清门世卫等各赏银四十两长川随着避暑山庄之大门世卫等 各赏银 各赏银